师傅,60年属鼠的,师傅你看一下她身体,上次断掉了,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那个灵性有多少个,要多少张小方,男的女的,60年属鼠的,她肚子有个肿瘤,女的,女的,60年老鼠是吧,你就直接告诉我,你就直接告诉我,肿瘤是吧,我帮她看肿瘤就可以了,肚子上有个肿瘤,腹部,腹部,对对对,腹部,就是腹部, 哎呦 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哦,蛮大的了,现在蛮大的了 对,很大 嗯 现在都不能做手术,现在医生 有一个灵性呀,哎呦 嗯,有一个灵性 哎呦 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哎呦,都看不清楚,这个是男的女的这个灵性 瘦瘦的 哎呦,皮包骨头一样 嗯 哦 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嗯 他们就是来要债的 嗯 等等啊 嗯 嗯,感恩师傅 八十,八十七张 八十七张 放生要放多少啊 放生 放生我们放吧,两千条 两千条 师傅他这个关能过吗 因为他还有肺癌 然后现在肿瘤肚子也开不了刀 我看看啊 他吃全素了 他这几年,刚刚吃吧 六零年属属的女的 刚刚吃啊 他五十九岁关 这关不知道能不能过 哦,很危险哦 很危险啊 嗯 关是过啊,五十九肯定过啊 过了之后死掉了 哦,五十九过 过了之后 哦,过了之后死掉了 过了,能够撑过这个五十九的话 他大概也会走掉的啊,很快 很快啊 嗯 你不要以为撑过五十九就不死了 我可以告诉你 哦 他这个是他的 他这个业障很重很重的 对,是 他确实业障很重 师傅他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他这样 是前世还是他今生造的业 他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业 前世今生都有 那我就 我就告诉你 嗯 他 你 你 他这个人的脸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人呢 对,脸有点大 大的 嗯,然后呢 他曾经啊 在前世啊 嗯 在前世应该 搞什么 嗯 花竹炮啊 什么东西啊 把人家炸了 哎呦 哦 前世搞花竹炮 把人炸了 嗯,然后今世呢 他年纪轻的时候呢 他又比较恨啊 听得懂吗 对 强恨的 对对对 性格强恨的不得了 明白吗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嗯,然后呢 师傅你说的很对 不卖账的呀 他什么都不卖账的 因为梦里边师傅也说 是一个前世的什么缘分来找他了 对啊 他才这样的 把人家炸死了 他就来了呀 明白了吗 哦 师傅啊 我再插一句 他梦里还说 他就是 他原来地府威望很高 把什么打散之后才这样子的 是啊 现在明白了吗 嗯 就是说 那他这样 他本来是应该到地府上来 上来应该惩罚坏人的 结果他 他这个是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呢 嗯 这就是师傅讲的一样 我说的是他的潜意识啊 哦,潜意识 结果他非但 非但 就是 其实讲到底就是 做了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他等于 他人家 应该做个护法城 应该非常的公正不恶嘛 但是呢 他就等于帮人家 为了抵消 就是帮人家消掉这个罪孽 他就制造了一次什么像 冰炮爆炸一样的东西 嗯 结果他一下 师傅他现在那个阳术 还有吗 现在59啊 59 嗯 阳术是有啊 但是这个 如果就算有的话 他也是 也是非常坑坑洼洼的呀 对 明白了 很麻烦 行 那师傅他现在在化疗 要化疗几次啊 你看看 这样子 哇 这化疗很痛啊 对他来讲 嗯 对啊 是啊 嗯 头会晕 真的活受罪 真的活受罪啊 就是等于地府的业啊 提早拿到人间来报了呀 哦 听得懂吗 好的 给他 叫他赶快许大愿吧 他还想不通 他有资格想不通不啦 嗯 没有资格听得懂 对 想不通也要有资格的 呵呵 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我让他听录音 嗯 反正师傅能在嗯 求光芯普达保佑他 能够希望他可以 嗯 然后呢 让他能够治疗 能够顺利 希望他可以度过南湾 他女儿和 他自己相信不啦 喂 他自己相信不啦 嗯 听不见的 嗯 他自己相信会有一些好处 他自己都 不相信那就麻烦 叫他赶紧许大愿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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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